OK好那咱们来继续讲 刚才的话给大家去聊完了咱们的ik分次器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讲一下咱们的基本的操作 就是我们如何去创建索引 如何去创建文档 如何去往里面添加数据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先说一下 我们说了所有elasticsearch 是基于restful风格进行操作的 对不对 那我们先讲一下 restful风格我们在咱们的sprint也讲过 在咱们的sprint里面也讲过 都给大家说烂了 对不对 什么叫restful风格呢 说白了 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命令来实现 不同的操作 比如说这里面有些命令 put是创建一个文档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post也创建文档 那post如果名字后面带了一个update 那这个时候叫修改文档 然后delete是干嘛 是删除一个文档 get呢是得到文档 对不对 post是查询所有数据 重点是看后面 后面可以跟不同的参数 这路上两个参数 一个是刚设施代表查询 一个是刚update代表更新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做一些基本的测试 比如说我们来创建一个索引 来创建一个索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创建 创建 创建一个索引 创建 还有创建 创建一个索引 还是一样的 索引 索引 那 哎呦 这个 这个 索引 它竟然不是第一个单词 这个太尴尬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就创建 我们现在的话 先做一个事情 来 我们先把咱们的hander也打开 就是把咱们三个工具干嘛 都打开 那我们来把这个也执行一下 ncm让死的 让死的 我们来把它启动一下 这是我们好看 方便去查看数据 就不用切来切去的 把这个打开9100 然后把他又把他关了干嘛 我是猪 重来一下 mcm让死的 等他启动的后台运行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 在这边的话就有信息了 对不对 9100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这么多酷 我先把这种不要的酷去掉 比如说狂生酷 我不要了 输入删除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地方是老外的设计 删掉 删除成功之后没了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索引库 这三个索引库是卡班尼自带的 看到同学可以 那我们现在要自己去建 比如说我要创建一个索引 怎么创建呢 来创建东西使用什么命令 打在公平上 put命令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put来创建一个 把他打开我们的索引库 还是这样的 现在我要去创建一个 所以呢 来比如说第个命令 叫做put命令 我要put有什么东西 他有三个字段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1个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个test 一这样一个 酷 那他创建好了 那比如说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的话 现在我先创建的未来的话 可以不用创建 那现在我就往这个所以里面插了第1条数据 这个数据什么 我肯定是要插一些接生数据 请求题 那把它写过来 比如说要插一个内幕 等于狂神说 狂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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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插进完之后呢 下面还是一样的 比如说再来个h 来等于他等于比如说 3岁 OK那我们执行一下 那这边就会告诉我们 执行成功 来把这个命令给大家 取过来 那还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用了几个命令 第1个叫做put 把这个地方给大家拿过来 这个put 是一个基本的 插入命令 增加put 第1个这个地方是咱们的 所以 名 也就是咱们的数据库名字 我现在建了一个数据库 叫做test1 能理解我的意思 同学可以 第2个叫咱们的文档名 类型名 类型名 那这个类型的话未来是没有的 这些的话 你们可以把我地方写个波浪线吧 代表他未来没有了 这是现在的话我可以写 现在问类型叫type1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是咱们的一个具体的id 就类型下面的文档id 你们可以把文档id 文档id 然后这下面就是具体的什么 请求体 请求体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请求体 我们执行完之后 请求体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执行完了之后返回的什么东西 来打开这个地方还是一样的 打开我们的卡班达 那卡班达会告诉我们当前你创建了三个东西 第1个叫index test1 库有了 咱们的类型type1有了 id也是有了 当前这条数据的 Washim没有被更新过对吧 然后他当前是一个什么状态 是一个creative 创建状态 看到同学 再次扣一 那这个地方创建完了之后 我们去这边看一下 首先 刷新一下 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test1库的同学扣一 也就是这个索引我们已经创建成功了 你打开这个索引 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索引呀 非常简单 这就是第1个创建索引 那索引创建完之后 我要看一下数据来 点一下这边数据浏览 数据浏览 我们选中我们的test 来选中咱们的test1这个索引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 在这边的话 他其实本质往里面put了 是不是一条数据啊 来比如说给咱们的1号文档里面加了什么 狂神说以及aG.3 未来的话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 高效的进行检索 OK把这个给大家取过来 OK那现在就完成了 完成了什么 自动 自动来 增加 了索引 这个索引就不用自己 他向建数据库量去建 这边直接一个命令就建完了 你们这个命令可以用任何请求发 那你究竟是 不一定要用咱们的卡版 你们可以使用咱们的htp流量器 也可以使用postman 这样的一些工具类 都是可以发的 然后数据 也成功的 也成功的 添加 了 那这就是 干嘛 我说 大家 在初期 可以把它 干嘛 把它 当做 来当做数据库学的原因 当做什么 数据库 学习的 原因 那你可以发现他其实本身就是 不是跟数据库一样 我现在往这个里面建了一个数据库 往里面存东西 以后我可以在里面把它取出来 对了 来 学习 的原因 以后你们把数据库里面的东西 中联东西 把它索引出来 放到一个盗牌索引 建到这里面 未来查询东西 直接通过这张查出数据 会非常非常快 不走数据库就可以了 OK 这是咱们的 第一个 现在已经知道如何创业所以 我们继续去玩 我们会慢慢的生化 不着急 后面还要干嘛 还要去数据 还要去咱们的加华程序里面联络 那现在这是咱们的第1个 铺 铺铺完这个之后 现在说一个重点 比如这个内蒙和这个age 我没有给他复制一些基本的数据类型 对不对 这里面的话 有哪些数据类型 还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类型给大家取过来 这是咱们的一些基本的 那我把它取过来 还是这样的 这里面的基本类型 比如说字符串类型 它有两种 第1种叫test 第2种叫keyword keyword叫干键字 这个东西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说 然后数据类型有非常多 比如说小数字节 跟咱们的加华是一样的 然后咱们的一些 符电书 都有 那日期的话 统称一个 data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布尔值 然后一些二进制 等等 这些的话都在官方对应的文档 你们打开这个文档 干嘛 就可以进行浏览 你可以看到这边具体 叫你怎么用 put的时候 可以在这边去设置值 让我们来设置一个自己的值 比如说来第4步 我们来可以干嘛 指定 自断的类型 自断的类型 上面这个是我们默认的什么都没加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指定一下 怎么指定呢 还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也非常简单 就是打开卡版 比如说我们再创建一个库 那比如说再来一个test2 来这是我们的第2个索引库 对不对 这个库里面的名字 你可以我就可以不写了 完全什么都不写 我现在去创建一个规则 我现在没有往里面加数据 对啊我只是在创建这样一个库看的同学可以 我没有加数据这个叫数据对不对 我没有填文档 我只加了这个库 这个库后面这个是不叫文档 这个一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没有库 这是一个规则 那规则所有东西都用mapping来设置 你看自己有个词 mapping就是咱们的一些映射规则 那这个规则里面有些属性对不对 那属性的话就是咱们的跟加瓦一样 比如说现在有些属性 内幕属性 那比如说来了个内幕属性 这个内幕属性是什么类型的呢 对不对你可以给他设置一个type 就跟我们设买色口的type一样 那比如说它是一个type类型的 那内幕设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再来个a级属性 就好比咱们买色口的建库 那你解我的意思 你买色口兼数据表的时候是不是 也会去做这样一些工作 那比如说a级什么类型的 给他设置一下 那比如说a级是咱们的 数字类型 你可以给他一个浪类型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咱们比如说再来一个生日 比如说来个boss day 来这个boss day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日期类型对不对 那type给他来一个 日期类型 比如说date date 来date 你看一下 这就用卡班的好处 它有提示 走你 来这边干嘛告诉你 当前状态是成功的 所以是test2 来现在是不是没有数据呀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hander里面刷新 首先这个所以里面多了一个test2 没有问题 插看一下数据 test2中有没有值 没有任何值 这就是单纯的见所以 以及见对应的字段 未来我们把字段干嘛 加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听懂同学 再次扣1 那这个地方创建 咱们的 所影规则 来创建具体的 所影规则 创建规则 创建规则 那未来的话你就可以往这里面放数据了 对不对 规则 那之后我们用交易程序的话 第一步也需要创建规则 你没有规则怎么能瞎放 对不对 那就乱七八糟的放 OK 创建完之后第5步 我们要干嘛 获得这个规则 那我们现在put命令搞懂同学 可以啊 put命令是不是搞懂了 搞懂了之后我们来看第2个名叫get命令 get命令就获得他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已经扑得了 来get命令 get一定都是大写的 比如说我要获得test2的信息 干嘛 直接获得就可以了 那就是获取数据库的信息 非常简单一个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test2的命令就拿过来了 还是一样的 我们get 得到我们当前数据库的信息 如果你写到表 他就得到表的信息 得到文档就得到文档的信息 非常暴力 非常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说了不难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咱们 具体的一些 规则信息 对不对 可以查看到具体的规则信息 那 可以 可以通过咱们的什么 通过咱们的get请求 get 请求 获得具体的信息 获取 具体的 信息 OK 得到这个所有的具体信息之后 我们还能干什么 可以看一下默认的信息 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该 第五步 第五步 查看默认的信息 默认的信息 那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建一个跟这个对应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一个 比如说我们再来 铺的一个数据库 铺的 那我们来一个TES3 TES3 第3个 所以 酷了 那TES3 这边的话 我现在告诉 默认 就是你不写文档 它的名字叫做.doc 这是一个默认的名字 就是咱们在未来 就是以来这个8之后 或者现在7年级之后 默认就用这个 你不需要像我之前这个样子 去指定一个type类型 那你就为什么 这个在未来被弃用了 就是不建议大家使用 听懂东西在这 以后这个地方不写 默认就是一个doc 你可以显示生命 也可以不生命 那OK 这个地方写完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们也是往这里面插一个数据 那插什么数据来 在这边自己写就好了 比如说内姆 还像的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个 狂神说 来 内姆 来往这里面插数据了 来狂神说 狂神说 OK那这个地方写完之后 是不是你们把它当数据库学就非常轻松啊 不要把它当一个索引括 你当成索引括 你会有新的加压 但是他其实本质 在初学的时候 你们就会觉得他是数据库 对不对 但是未来告诉你 他不是 那先正常 让大家去理想 比如说1997年 1997年1月5号 对不对 我的生日 来执行 走你 看一下结果 看了同学可以 这的话是不是串了第3个 它的类型是type.c 然后里面有个文件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卡班了 来找到我们这边集群里面 是不是多了一个TES3 没有问题 过来之后 浏览数据库索引 咱们来找一下TES3类型 这里面存进去了我们 对应的数据 那么想看一下这个数据什么类型的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先把这个地方 结一个图 来 结个图 结个图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默认信息 通过get方式去进行请求 来get方式 get方式请求 请求完之后还是一样的 我们想看一下这个TES3命令的数据库 走你 搞定 施工 来这边默认的类型 是不是自动帮我们匹配它 来看知不知呢 A级浪类型 Boosted 贝特类型 咱们的内幕 TES类型 所以说 非常非常的智能 但是它底下的关键字使用的keyword 就是不可分割类型的 来把这个地方取过来 就是你不写的话 它是有一个默认的类型的 听懂的同学 扣1 就是 如果 自己的文档 文档咱们的字段 干嘛是 没有 指定 那么咱们的ES 就会 给我们什么 默认 配置 默认 配置 咱们的什么 字段 类型 OK那现在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搞定了 理解的同学 再次扣1 那再给大家交一条 拓展的命令 扩展命令 扩展命令讲解 那还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拿过来 至少是5年经验以上大省 这个算啥 我们群里面有初中生 已经学完Spring boot了 初中生哥哥 初中生学完Spring boot了 你们觉得这个很神奇 我告诉你社会上这是一个常态 如果你在一个一流大学里面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强 如果你在一个三流大学里面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差 环境决定生存 你去阿里里面24岁博士 很多 很多二十岁就算博士了 你想一下什么概念 很多二十岁大学才毕业 有些二十岁研究生已经高业了 对吧 已经完全已经去把自己论文都写完了 而且在一定的 其他就获取了对 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 13亿人口里面人多得很 不要觉得自己很优秀 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优秀 能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才能进步呢 就是给大家教一下我的一个人生经养就是虚心学习 这个世界上 世界上 什么大佬很多 就是上次去阿里看到一个24岁的博士生 博士后 24岁博士后 那我能说啥呢 我只能觉得自己是个垃圾有点菜 对不对 那没办法 你人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 你只能拿剩下的时间来补偿自己 如果你剩下时间再不努力 那就真的作死了 OK 那给大家看一下 来 咱们可以获取 就是从通过 咱们的命你你旁边还有一个拿过图灵讲的是吧 是周围的人多得很 学计算机的 变态多的很我就很明确的告诉你们 学计算机的变态多的很 很多初生就开始学了 那些找就是现在那些中零七年了未来几乎干嘛 都会失业我这是猜的 所以情况 除非他真的很优秀否则就失业 社会很残酷的 那么来看一下还是一样的比如说现在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命令 还是可以一样通过get的方式 我们想去看一下咱们莫问的话叫刚开的这咱们的一些信息 那个信息里面你可以看到 获得数据库的一些健康值 你可以收下 你看他的一个健康值 Yellow状态 就是咱们这边对呢 可实化信息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可实化的页面 他就是不停的在发送请求 然后去把这些信息 显示到我们的页面上 所以他还是 底层 就是工具集 这个handle工具 底层就是一堆工具集 那除了看health 我们还可以看什么 我们可以看他里面包含的所有东西 比如说inclus inclus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所有的版本信息 -v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一样的 把这个命令交给大家 就是你们可以通过他来 大一点 你们可以通过他来干嘛 查看到我们这里面具的信息 你有多少个库 比如说索引库 那咱们的test1 test2 test3 这是我们自己创建的索引库 对不对 这个索引库里面有具体的几个信息 比如说 咱们文档的一个数量 是没有的test2但是咱们第3个没有文档 第1个里面也有文档 把这个命令可以干嘛 简单的记一下 通过-cat命令 可以去查看一些咱们默认的配置 把这个取过来 那通过 通过咱们的什么 -cat命令 get 这都是自己无聊的时候研究发现的 去研究那个代码的底层 发现他都是掉这些方法 你们去研究一下handle的底层吗 那个底层代码又不难 都是一段钱的代码 可以 那可以 可以获得 获得咱们 ES当前的 当前的很多信息 OK这个命令的话大家干嘛 直接在这边去选中就可以了 还是要的 你打击这个杠的时候 有点哪这边比如说的别名啊 就他这里面的一些数量 健康值啊 他的妈 他的底下的节点啊 对 你都可以在这 进行去看到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是关于咱们的一个 热的缝缝缝的说明 然后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会添加了 对不对 那怎么修改了 修改 修改说一下 现在会添加所以的吧 是不是 来修改所以 那第2部修改所以干嘛来 咱们的提交 提交 还是使用咱们的 扑塔 即可 你依旧可以使用扑塔 然后干嘛 覆盖值就可以了 覆盖值 你们可以用这种最简的方式 最暴力的方式干嘛来 进行给他直接的覆盖 这个是 没有任何问题了 或者使用咱们的update 那我现在给大家教最新办法 最新办法 那我两个办法都给大家演示一下吗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有些数据 这个TES3里面有一个叫做刀刻一点狂声说这个数据 那现在的话我可以用最原始的方式给他去把这个数据修改了 我现在继续往这个TES3里面去put这个1 然后put的时候干嘛 把这个狂声说后面加个123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执行 来首先看一下这边的效果 咱们依旧是TES3 文档内心不变 咱们的ID不变 看这个地方 Watson看到变化同学可以 你可以发现你修改这个东西 版本号增加了 是修改的话 是修改的话 那版本号会增加 版本号 会增加 OK这是第1个 然后它下面会显示当前的状态是update的 刚才是不是create 对不对 那这是咱们的一个状态 状态 那这是第1种修改的办法 直接把它重新修改 它并不会生成一个新的对象 而是改掉原来的 那这是曾经的办法 曾经的 那现在的话给大家讲 咱们现在的 现在的方法 现在 现在 的方法 这个方法有个弊端 如果你这里面的数据漏掉了 比如说把boss的漏了 漏了之后这边新出来的数据 这里面就没了 那你解我的意思 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三个都写 这边应该是在的 来狂选123 没有问题 修改成功了 对不对 你看它本质还是一串 节省字不串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再给大家讲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第2种方法 更新的方法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post命令来更新 来回到我们的restful风格说明 post的更新 后面加上一个什么 -update 就可以直接修改文档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还是非常简单的 取过来post 比如说我们还是想去修改咱们的什么 当前这个1号文档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修改更新的状态 我在后面加个-update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修改这里面的数据 那修改数据的话 它有个固定的值 叫做doc 就是你要修改哪些文档 对不对 拿过来 还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想修改一下内蒙 把内蒙它改成 比如说咱们的万恶的张三 对不对 法外狂图张三 法外狂图 狂图张三 OK那现在一旦改了这个之后 你点一下执行 那这边就执行成功了 看是不是当前涡省变成了三 所以说一旦所影被建立之后 以后所有的修改 你都可以在这边直接看到变化 对不对 那再来看一下 来刷新一下 来 我们来只看 这只修改了这一个效率非常高 打开test3 是不是变成法外长途 康三了 看到的同学再次coe对不对 OK没有任何问题 这边的功能全部正常的对不对 使用post的方式进行修改 使用post的方式进行修改就好了 那这个doc里面就是你要修改的 具体的文档 把它取过来 那这是 现在咱们又会了一个修改 修改会了 那现在增删改都可以了 对不对 增删 增删改 还差一个删 删除 把删除讲完就可以了 删除文档 删除所影 删除所影 非常简单 所有的删除命令 一律使用什么 delete请求 那直接干嘛delete 删除所影的名称 那么他就会被删掉 那我就不说了 这个大家自己去测一下 算了 好心 给你们说一下吧 来我就知道有些人测不出来 就一个简单命令 他们都测不出来 当然有这样的人 大有人在 来delete命令 我们要删除一个库 比如说泰斯1搞定删除 删除 现在的话删除成功 对不对 命令就是delete 哪个库 我们来看一下 一还在不在 所以点开 现在刷新一下这个 刷新 可以看到咱们当前这边的话 一是不是被删除成功了 看同学 这边一没了 这里面的数据肯定没了 这个数据库都没了 对不对 OK那这是咱们的删除 那我先把二也删了 点开咱们的开发工具 你们可以把二也删了 然后二也没了 刷新一下 二也没了 只剩下一个三了 现在其他东西都没了 OK那这是咱们的一个删除索引 通过delete 通过 通过 通过咱们的什么delete命令 实现 删除 那删除的话就根据你请求的路径来 根据你的请求来判断 是删除 所以 还是删除 所以 还是删除文档 记录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地方写的是delete 泰斯3下面的1号文档 那么这个时候精确的就删这条文档 如果你直接删一个酷 那么酷就删掉了 所以说 使用咱们的什么 restful 来 风格 是我们 ES 推荐大家使用的 推荐大家 使用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ES GES的风格怎么使用了 当然 这还没有开始 我们还有关于文档的操作 这是咱们什么 关于 索引的操作 对不对 那这是关于索引的基本操作 关于索引的 索引 的基本操作 索引 索引 的 基本操作 那这个索引完了之后 我们后面还有什么 是不是关于咱们的一个文档的基本操作 就是我们要往里面加数据 怎么中 是吧 关于文档的 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 OK 那这是关于下一块的 来先给大家停一下 停一下 我先给大家停一下 点击 我们下个月的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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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